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属下的金融种子 一百年前 他塑造了美国的崛起 今天 他是一张洒向世界的金融之王 这张王强大与脆弱 光明又黑暗 这张王既能让经济加速 又能让经济窒息 它就是 华尔街 这是好莱坞电影华尔街 金钱永不眠的拍摄现场 现在正在拍摄的是 2008年金融风暴来临时 华尔街的混乱景象 金融危机让好莱坞再次将华尔街搬上荧幕 然而在艺术作品中 华尔街常常以备受争议的面目出现 有没有黑暗和白 Wall Street's good Wall Street's bad I don't take that point of view I think we have fun playing the middle We try to figure out what's good what's bad Wall Street deployed into the economy to invest in businesses to invest in projects to make things happen on a big scale that no single individual could happen to manage 这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对于这个股票市场 他有过两句非常精道的评论 一句他说是交易史所说的财狼 这比我们现在有好多人 说的还要尖锐 就认为这里面充满了欺诈 充满了那种内幕交易 充满了这种不确定性 但是同时他也说 如果没有这个市场 这个世界今天还没有铁路 2008年金融危机 显示了华尔街的巨大破坏力 这不仅让美国家庭的总财富 平均损失了四分之一 而且让全球经济处于最严重的衰退中 然而近二百年来的历史证明 华尔街创造出的财富 远远超过他对财富的破坏 纽约 这个坐落于美国东海岸的国际大都会 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华尔街 位于纽约曼哈顿区的南端 这条只有五百米长的街道 是美国资本市场和经济实力的象征 它影响和牵动着全球资本市场和全球经济 在海外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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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预期待 今天会有很高的日子 斯科特是华尔街上一名出色的股票交易员 他每天早上都要做最早的一般轮渡 从新泽西到曼哈顿岛上的华尔街去上班 现在的华尔街已经进入无眠时代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 将世界各地的资本市场编织在一起 成为一张笼罩全球的资本之网 位于网中央的就是华尔街 斯科特必须尽快对全球资本市场动向 做出全面准确的分析 正是依靠华尔街这张资本之网 斯科特公司的交易活动 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斯科特的股市分析报告 不只提供给T3维时公司的交易员 只要登陆T3维时的网站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 同时还可以通过网络视频 看到斯科特对当天股市的预测和分析 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 下辖五个区 拥有1800万人口 曼哈顿区是纽约的市中心 纽约的主要商业 贸易 金融 保险公司 大都分布在这个面积不足60平方公里的岛屿上 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中 有三分之一以上把总部设在曼哈顿 在曼哈顿设立分支机构 成了世界各大金融机构身份与影响力的象征 曼哈顿的南端是以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区 这里是世界上就业密度最高的地区 在一平方公里内 云集着2000多家金融机构 和将近40万金融从业人员 正是这一平方公里 把纽约造就成世界金融中心 New York is the United States connection and gateway to the global economy our companies were the first to take Americ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through largely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and Wall Street and they have what they are what has attracte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o come and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all Street and the banking industry are about almost as much of our city tax revenues 华尔街聚集着大量的金融机构 国际上著名的金融机构 在这个华尔街都有它的总部 那么这些金融机构在操作着这些资金的流动 华尔街上最著名的建筑是纽约证券交易所 来自世界各地3000多家公司在这里上市 其中有近50家中国上市公司 无论是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的数额 还是上市交易股票的总价值 纽约证券交易所都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证券交易市场 这里所传递出的信息 直接对美国和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每天全球外汇市场的交易额达到2万亿美元 每月股票市场成交额达到7万亿美元 每周 每天 每时 每刻 资本都在不停息地流动着 金融的全球化 让我们看到一个金融星球的出现 在这个星球上 华尔街的影响力变得尤为明显 华尔街它的地位 是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 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但是它的背景是在于金融 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 金融的全球化 在这个整个经济全球化 这一意义 即将开始的纽约证券交易所 充满紧张与期待 交易员们就如同进入临战状态的士兵 华尔街是以财富多少论输赢的地方 在华尔街上 股票交易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这些来自哈佛 叶鲁等名牌大学的优秀毕业生 能够进入华尔街 并且成功地生存下来 必须要面对非常高的淘汰率 能够进华尔街呢 那真是精英 每个人都聪明 华尔街的规则呢 就是丛林法则 圣者为王败为寇 一旦你进入到这个里面呢 它就成为一个丛林了 你就要把自己从兔子要变成羊 把自己从羊要变成狼 要不然的话你就被别人吃掉 残酷的生存竞争 给在华尔街上站稳脚跟的人 带来风口收入 2007年 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公司 三万名员工的平均收入为 66万美元 同样是长春藤的毕业生 在华尔街工作的毕业生 平均工资是其他毕业生的三倍 残酷的竞争 也在不断激发着华尔街的创新意识 这里是4、5年左右的页 然后你向他们的购买 向他们的购买 向他们的购买 然后我们的购买 向他们的购买 向他们的购买 这些购买 都会出现全世界 大家都能看到 看到购买的购买 这些购买的购买 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纽约证券交易所 一直在追逐着时代科技 它最早成为了电报 股票指代机的使用者 电话发明后 纽交所也立即成为世界上拥有电话最多的地方 在计算机得到广泛应用的今天 纽交所的交易员 也放弃了他们人工交价的交易模式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 我们有购买 我们有购买 我比较喜欢这个 在以前的时代 非常棒 有很多比较多的交易 有很多比较多的感情 很多比较多的 很多比较多的桌子 人们都会疯狂 喊 喊 在日期 工作时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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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现在 非常多的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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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懂得 在手机上 和你做的 所以 我们不得了 有更多的交易 2005年 纽交所全面启用了电子化交易 这不仅让曾经繁忙的电话亭变成了风景 甚至整个交易大厅都变得不像以前那么重要 现在的股票交易绝大多数是在交易所外通过互联网完成的 如今华尔街的科技创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按照年交易量衡量 骑士公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股票交易商 但是出色的业绩不是靠交易员完成的 而要归功于这个角落 有史以来 大部分交易都是由人来决定的 但在骑士公司 这个机房里的机器将改变这种局面 2002年 骑士公司开始研发一种能够取代人脑 自动做出交易决策的计算机程序 让计算机自动做出买进或者卖出股票等交易决策 就好像计算机完全代替人下象棋一样 我们已经准备了几个月 我们在几个月中的货币 但我们知道在那段时间的时间 我们在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就得更好 我们也有更多肯定 然后在2005年 我们开始购买了很多货币 我们开始购买了很多货币 所以我们从2005年到2006年到2007年 我们知道我们正好 因为这些组织误了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华尔街上交易公司之间的竞争 将不再是谁拥有最优秀的交易员 而是谁控制着更为强大的技术研发力量 科技的创新会将华尔街带向哪里 电缆会不会成为华尔街的主体 人工交易员会不会被电子交易员所取代 科技给华尔街带来了更高的效率 但同时也可能让华尔街变得更加脆弱 2010年5月6日 道琼斯指数在五分钟之内 突然下跌998点 这是道琼斯历史上最大的单日内下跌 事后调查表明 计算机自动交易可能就是暴跌的原因之一 电影华尔街金钱永不眠 重要拍摄场地就设在骑士公司的交易大厅 变形金刚的男主角拉伯夫 变成了华尔街上的交易员 20多年前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 成功指导了好莱坞今天影片《华尔街》 现在正在拍摄他的续集 高效融资和分散风险 是资本市场的主要作用 华尔街的这些作用 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 喜怒哀乐 在美国 一部影片的成败 关键取决于身处幕后的制片人 他们是影片制作资金的运作者 爱德华普瑞斯曼 是好莱坞著名的制片人之一 电影《华尔街》的成功 让他从好莱坞和华尔街 拿到了更多的资金来制作续集 好莱坞拥有世界级的娱乐产业 引领并代表着全球电影制作的最高水平 从《星球大战》到泰坦尼克号 再到阿凡达 几乎所有风靡全球的 制作费用高昂的影片 都出自好莱坞 这绝非偶然 好莱坞的著名电影娱乐公司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大都得到了华尔街的帮助 为他们筹集了大量资金 目前 迪斯尼 时代华纳 维尔康集团等影视娱乐公司的股票 还在华尔街交易 福斯电影娱乐公司的母公司 新闻集团 也是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 电影阿凡达的制作成本 高达3.5亿美元 正是华尔街的资本 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电影》中的产生 在这个案件 在《Avatar》里 我们也有估计者 在《电影》中 想要成为一部分 所以我们分享我们的价格 和我们分享一些资本 所以它价格 所以它价格 为每个人在当面 《电影》中的 你会不会一样 不像人 你会不会一样 高效融资和分散风险 这是华尔街为好莱坞铺设的星光大道 通过这条道路 好莱坞把他们优美的音乐之声 奇幻的太空战争 经典的泰坦尼克爱情故事 以及美丽的潘多拉星球 呈现给了整个世界 华尔街承载的 不仅只是一个 骁勇善战的阿凡达 它几乎穿行于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 现在来自全球的 几千多家公司 选择在华尔街上市交易 这其中包括了四百九十多家 世界五百强企业 作为世界金融中心 华尔街这张资本之网 已经辐射到了全球所有的经济领域 无论是农业 还是能源业 交通运输业 利用华尔街的力量 一个个小公司成长为跨国公司 并支撑着美国经济的强大 YUM Brands YUM Brands 当你做这些东西 当你做这些东西 当你成为良好的协议 你管理你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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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 它继续了 二不同的公司 然后他们被搭配到一家公司 只有一个监制 一位主管理 它几百年来 从合选择的 优质 到合选择的公司 一家公司 在三个地方 在 Amsterdam London 和 New York Shell 是第一个人 到LNG 水化化成果 纳斯达克是世界最大的股票电子交易市场 拥有4000多家上市公司 2009年 各国公司在全球较大的50多家证券交易所 通过发行股票 共筹集了10,542亿美元的资金 其中 23%的资金是通过华尔街上的纽交所 和纳斯达克筹集到的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资金流入华尔街 这些资金来自哪里呢 最主要的资金流入华尔街上市场 这些资金流入华尔街上市场 美国的家庭与华尔街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在美国家庭的所有资产中 平均三分之一以上 投资在了华尔街所代表的金融市场 但是美国家庭主要是通过共同基金 养老金等各类基金 以及其他各类专业投资机构 进入到华尔街 罗伯特是好莱坞的摄影师 有一个三口之家 他们选择了与大多数美国家庭 相同的投资方式 我们都在外面 好啊 不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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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在同一个座面 楼房子庭主要是在30年 和30年 和30年 所以我会有一个码装 这是一个学生的地平华 建立了你的联系 比较多数日是在你的生活 罗伯特的退休金和社保 都有专业投资机构帮他管理 在美国 金融市场中的投资 已经成为一项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活动 美国普通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专业投资机构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股市资金 将近70%来自养老金等投资机构 华尔街的巨大资金需求 是仅靠美国国内的资金 远远满足不了的 世界各地的资金 又是如何进入华尔街的呢 荷兰退休金管理集团 是欧洲第一大退休基金管理公司 管理着高达2000亿欧元的资产 他的主要投资方向 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市场 如今每年从境外进入美国的资金 有上万亿美元 其中很大一部分进入了华尔街 这个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庞大的资金网 已经将全球无数金融投资机构 网罗其中 而且网罗末末端 已经触及到了无数家庭 和个人的经济利益 如何让进入华尔街的资金 更加有效地投资到上市公司的股票 或者各类债券 以及其他金融产品上呢 这需要在两者之间有一道桥梁 这道桥梁就是投资银行 华尔街是一个数千家金融机构组成的庞大产业 但驱动这一切的却是非常小的群体 他们就是投资银行 在2008年以前 华尔街上搭的投资银行有十余家 他们被称为华尔街的巨人 这其中包括了高盛 美林 摩根斯坦利 摩根大通 雷曼兄弟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 以2007年为例 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 投资银行高盛的净收入是460亿美元 超过了100多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用富可敌国来形容 还不足以表达高盛的力量 那一年高盛管理的资产 突破了1万亿美元的打官 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 这个数字又被另一家投资银行打破了 进入21世纪后 投资银行从事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 实力强大的投资银行几乎主宰了美国的证券市场 商品期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重建的世贸中心有一个最高的楼的 叫自由塔 我们拿2万平米来做一个商务空间 叫中国中心 那么我们在整个的投资过程中呢 我们其实一个重要的一件工作 就是找当地的合作伙伴 那么我们在当地呢 在03年以后我们一直在选 到05年时候我们初步就确定了两家合作伙伴 一家呢是纽约合作组织 一家就是雷曼 And I'm Renee Montaigne You could be forgiven if today's news from Wall Street made you want to stay in bed this morning but it will be hard to avoid the news from over the weekend Some of the biggest names in the financial world are in trouble Lehman Brothers, a huge investment bank, is going into bankruptcy Merrill Lynch remains afloat but Bank of America is expected to buy it And the insurance company AIG is examining its options We're told that stock plunged again last week losing about half of its remaining value And in your news, I'm Scott Simon This week may have seen the biggest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930s 雷曼兄弟公司倒闭 引发了华尔街金融风暴 处于风暴中心的投资银行 遭到重创 这个链接华尔街资金 与上市公司的桥梁 在自身出现断裂的同时 也割裂了华尔街 在全球部下的金融之网 华尔街金融风暴 因此迅速演变成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从2008年到2009年 美国共有165家银行倒闭 在此之前的8年中 倒闭的银行总共只有27家 欧洲10个国家的20多家大型银行 请求政府援助 在这场金融风暴中 破产的还有美国通用汽车 日本航空公司 加拿大北电网络 以及冰岛政府 灾难波及了经济的每一个领域 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 这个体系确实有病 如果我们能够很认真的去研究 它会得出一些非常积极的后果 就是这个金融体系呢 当然主要的问题还是一些大国 强国 他们在这个世界金融体系中 扮演的时候还是个主导的角色 因此他们的内部的失衡 他们的政策上的缺陷 都会造成这个金融体系上的问题 这场危机涉及到商业的伦理和道德 因为资本的本质就是贪婪 所以华尔街在摩农意义上的代名词 那就是助力 足力和贪婪 当华尔街给世界带来灾难时 对华尔街的指责声也达到了空前程度 这种氛围淹没了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声音 I find that describing Wall Street or people as greedy is really a shortcut for people to attack without thinking When everybody's making a lot of money I can't recall any time anybody's knocked on my door and brought me a bowl of flowers and thanked me but when things aren't going well and markets are going down it's very easy to generalize and say it's the fault of the bankers 在对华尔街的指责声中 资本市场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 这个似乎早已解决的问题 也再次摆到了人们面前 我想强调的就是金融业 特别是资本市场 以一种非常夸张的 这个暴涨暴跌的方式 在推动经济的发展 我们不要被这夸张的方式 说迷惑 有些人说我们就干脆不要它 不行 你不要它还不行 你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经济发展 成也资本市场 败也资本市场 我们无非就说在这种人 要寻找规律 加强监管 使得当它在下瀉的时候 使得它社会的不利影响 降到最小 华尔街的诞生就因贪婪而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 没有贪婪就没有华尔街 寻找制约贪婪的方法 是考验金融监管的智慧 不管华尔街的科技力量如何强大 不管进入华尔街的资金如何庞大 编织华尔街这张资本之网的 仍然是华尔街上的人 只要华尔街还是由人来驱动的 他就是永远如同云云众生 他的睿智和慷慨 可以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他的贪婪与疯狂 也会给全球经济带来灾难 但无论对华尔街的评价是好是坏 对华尔街是爱是恨 都不得不正视 华尔街这张资本之网真实的存在 Wall Street breeds a lot of wealth this is the fastest wealth creation we've ever experienced in our lives where poor countries could could get out of poverty it's been the fastest route to the end of poverty but it's also been the fastest route to the end of wealth it's a double-edged sword someone reminded me i once said greed is good now it seems it's legal because everybody's drinking the same kool-aid is everybody out there nuts test radio test radio red dog radio everyone around 遭受金融风暴后的华尔街需要重新建立他的金融质群 对于年轻一代的华尔街人来说这是难得的历史机遇 2008年金融危机后T3维石公司将他们的交易信息彻底公开 在T3维石的网站上不仅能看到他们的股市分析报告 而且像直播的体育比赛一样全球各地的投资者可以实时地看到 和听到T3维石每一位交易员的交易活动和交易业绩 你会有T3维石至连续石的口罩 你可以在买和华尔街市中的交易 而在买同时买在你身边的手供 你可以在买和华尔街市中的市场 你会有何处理的金融质量 买和卖销 几买 让传统上隐秘的交易方式告别 T3维师公司的交易员们 要用自己公开透明的交易方式 与出色的交易业绩 来引领一支全球金融团队 汇聚成千上万小投资者的力量 与华尔街上的金融巨头们抗衡 那麽说 高度并不是骗 价格并不是骗 当市场的增长 所会被捏,或者是市场变成的 未经交述了 从辜 tongueit music 他们将说 对 dream购入定的录ได 访绮 GDPR 可着率 那么言之 时量多如何愉快 让我们 cups东西 task用ہ 最倫敬人 这是因为这种社会 我将将会变成 anticipated 因为它是正确 它是正确 它是我们做的 T3维时公司将要搬入新的办公地点 在2010年迈入新的起点 在华尔街上 想告别传统的不仅是T3维时公司 I think I'm a problem solver and a lot of the reasons why there hasn't been a lot of innovation is because people on Wall Street have been set in their ways things have worked reasonably well but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hat we've seen is maybe the system needs improvement So I thought of companies that were out there Ebay and auction houses and Nasdaq as an example to address this issue 巴里16岁便成为了华尔街上一名股票交易员 2009年被美国福克斯杂志 评为最具前置的金融家 他所创立的拍卖交易市场 融合了纳斯达克和网络商店的模式 让交易市场变得更加高效更加透明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华尔街处于一个变革时代 无论外界如何责难 华尔街没有停下他的脚步 Wallstreet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fabric of this country It helps companies raise capital And it has very significant functions that relate to our economy So I don't describe with one broad brush There are people on Wallstreet who may be greedy But there are many people on Wallstreet who are incredibly public spirit 纽约市政府也有了新变化 华裔市议员刘纯毅当选为纽约新一任主记长 主管纽约市的财政工作 I do appreciate joining us today at this important hearing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The only thing that's constant is change The new generation is going to look to capitalize on new people New ideas and new ways of trading Whereas in some ways perhaps the older institutions Will want to try to hold on to what they have already enjoyed as their advantage The new generation is always going to carve out their own niche In terms of getting their own advantage in the marketplace And I think it's inevitable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will come And I also think it's inevitable that a newer generation After that new generation will come in about twenty years 金融危机中的纽约人开始加快世贸中心的重建 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心的建立 This is the hub We're going to actively market Tower One with the goal of Wall Street Firms that we're going to be reaching out to get them as tenants for Tower One Good luck to them Have six generations of Henderson down on the floor However, you know, I don't know what that's going to be You know, my crystal ball is a little cloudy But however, I think it would be wonderful And why not Look at this, plus You want the plus side Absolutely That doesn't make any sense Here, everyone's taking all their lithium I don't get it, they're drinking the Kool-Aid, that's for sure But I mean, if this market closes up today with that number Aaron, you put those on in a half You're done, you're done 紐交所結束了一天的交易 但華爾街人的工作並沒有停止 三個小時後 亞洲證券交易市場的開市鐘聲 將首先在東京敲響 十一個小時後 倫敦交易市場也開始沸騰起來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 資本已經掙脫了時空的束縛 在更加廣闊的金融星球上運轉著 而在這個金融星球上 金融文盲的失敗概率會比較高 They've come a long way This was their last step before they would go on a risky but also a very hopeful journey 四百年前 來自荷蘭的航船開啟了紐約的歷史 在充滿生稀的土地上 埋下了現代金融的種子 從阿姆斯特丹到倫敦 再到紐約 世界金融中心的航船 終於停泊在了華爾街 謝謝 進行收看華爾街第二集 《牆在哪裡》 台大陸 武田 公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